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奥特曼的饮料食丸和崎岖蛋 先来看一下初大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蓝色崎岖蛋 是怪兽的拼装人偶 这只怪兽有浅蓝色的身体 会是什么怪兽呢? 原来是巴坦星人 巴坦星人又叫做宇宙忍者 他可以分身了 他的手长得像钳子一样 可以发出光线攻击 那这个巴坦星人的身体的关节还是可以动的 接下来看一下红色的崎岖蛋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是奥特曼的拼装人偶 这位奥特曼胸口的花纹好熟悉啊 原来也是初大奥特曼 他的左手是一个掌的姿势 他手部的关节还可以动呢 右手是一个必杀技的光线 让我们来摆一个必杀技的姿势 看起来好酷啊 那他脚部的零部件也是可以转动的 出的奥特曼 还有一件非常帅气的披风呢 看完初大奥特曼的奇趣弹 让我们来看一下赛罗奥特曼的 这里面也是奥特曼的组装人偶 是哪位奥特曼呢 也是赛罗奥特曼 可是他的头标好短啊 原来变成了他手上的武器 等离止火花刀 让我们来摆一个作战的姿势 再来看一下赛罗给我们带来的红色奇趣弹 里面会是什么呢 这个赛罗长得好像啊 可是他只有一只红色的眼睛 可以发出强大的光线技能 然后他胸口还有一个武器装置 可以发出驾龙炮攻击 那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哇哦 赛罗奥特曼一下就把他击倒了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制作 这里果冻食玩 这个包装上面有五位奥特曼 那你们都认识他们吗 这里面的杯子有三个种类 我们会抽到哪一种呢 这个杯子上面的图案 有孟比游师 赛罗 还有高斯奥特曼 然后这是奥特曼 和怪兽的粉末 赛罗奥特曼 给我们带来的饮料 是玩上面有不同的奥特曼呢 那你们都认识这些奥特曼吗 这个杯子上面有奥特曼 和捷的奥特曼呢 然后这是赛罗的奥特曼 和怪兽粉末 首先让我们把水 加到第二条刻度线上 再倒入怪兽的粉末 然后充分地搅拌 哦 饮料变成了黑色的 接下来 让我们准备另外一个杯子 把奥特曼的粉末溶解 那这时候 只需要加到第一颗度的水就好了 然后再充分地搅拌 奥特曼的粉末溶解之后 是透明的水呢 把奥特曼和怪兽的粉末溶液 混合到一起 哇哦 黑色的溶液 变成了粉红色呢 再来充分地搅拌一下 把这两杯粉红色的溶液 放到冰箱里面 十分钟之后 再把它们拿出来 那我们的泽梨果冻就做好了 来看一下做得怎么样呢 哇哦 出到奥特曼的这个 做得很成功呢 来尝一口 嗯 好好吃啊 这个果冻是可乐口味的 来看一下赛罗的做得怎么样呢 哦 赛罗的好像做失败了 没关系 让赛罗来尝一口 赛罗说 虽然做失败了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那 让我来尝一下 出到奥特曼做的果冻怎么样 嗯 好好吃啊 冰凉冰凉的 再尝多几口 嗯 太好吃了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位奥特曼做的果冻呢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